欢迎来小镇吃,我是齐耀 在今天呢,马来统治者最高理事会是宣布 讲说2024年1月31日 我们将会迎来我们新一任的最高元首 也就是柔佛州苏丹伊布拉辛殿下 在今天这样事情是完全的确定下来了 那之前的时候其实我有讲过 当这位柔佛州伊布拉辛殿下上台过后呢 伊斯兰党是要把皮绷紧的 因为呢,基本上这位苏丹 或者以后我们下一任的这个元首呢 他就是保守主义跟极端主义的这个克星 很多人会不懂为什么这样事情是长成这样 今天就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柔佛州苏丹 也不只是这一位伊布拉辛殿下 还有之前的一些历史故事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柔佛州的苏丹跟多元的种族 可以相处得那么的融洽 好,我简单的去介绍一下 关于这一个伊布拉辛殿下 大家每次看到他的这个表情都会有一点点的严肃 对吗?那他本身其实 他是除了是有这个所谓马来童之者的血统之外 还有他的生母其实是从英国来的 所以呢,其实他本身是有这个印译 还有这个无译的这个血统 是混血的这个血统 而且你会看他平时那么严肃 其实这位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元首伊布拉辛殿下呢 他是有去参与过军事训练的 去到美国这边 有当过这个步兵啦 有跳过伞啦 而且呢,是被认证的这个突击部队 这边有一张图片 就是他当时候参军的那个样子啊 你猜得出哪一个是他吗? OK,给点时间 是右手变的那个啦 当时候非常的这个健壮 非常的瘦 所以呢,你可以理解 为什么他这个人可能长得有一点点严肃 这样子啊 然后我在这里呢 想和大家分享这样子的一个事迹 也就是在柔佛州这个地方 其实在之前的时候 有关系到各族人民都是融洽相处 或者呢,Bangsa Johho这个事情 没有任何一个种族被排挤掉 其实是跟之前的历史事迹有点关系的 我参考的是一位白博士 他是主要是研究我们本地这边的一些历史事件 他其实就有去提及到 早在1840年代之前 其实那时候柔佛州苏丹的那个祖先 也是那时候新加坡的这个天门公 就是有点像宰相这样子啦 在那个时候呢 这位天门公 他其实是对柔佛州这块地 有很多的这个控制权的 而那时候他其实就看准了一个时机 也就是在那一个时候 我们这个东南亚这边的这个贸易 很多的这些原材料 其实都是被大量的 被引进这个欧洲这边 还有英国这边 因为西方世界开始注意到 马来亚这块宝地 有很多的这个天然资源 所以在当时候呢 他就有引进很多 从新加坡那边来的华人 作为这一个头家 然后这些头家要做什么呢 就是把他们引过来呢 然后用这个港主制度 就是这一片地我给你 你帮我去经营 他们就主要经营两种植物 一种胡椒 一种呢叫干蜜 干蜜可能大家不懂 马来文叫干蜜 这个干蜜的用途呢 就是你把它煮几个小时 你煮到烂 然后你给它冷却过后呢 它就会变成很粘稠的一个这样的液体 然后这样事情其实是可以作为这个染料的 可以去染布 在欧洲的时候 需求是非常庞大的 所以其实是源于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基础 那就把柔佛州这块地 很快的迅速的就发展起来的 那当然呢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功 它其实是当时候华人头家 以及当时候的这个柔佛州 他这个祖先 就是这个登门宫 他们互惠互利的一个结果 也就是当然 这些头家赚了很多钱 那同样的 这个登门宫这边呢 他也运用这些成功呢 很快的迅速在柔佛这边呢 就有了这个所谓的控制权什么的 所以其实整个历史上来讲呢 柔佛州的这个苏丹的这个 我讲祖先 其实跟华人 早期的时候就有这样子 互惠互利的这样子的一个成果了 而且呢 也据说 其实当时候啊 这个登门宫啦 他其实跟华人的这一些头家 都有非常密切的这样子的一些交流相处 甚至还学会了讲潮州话啊 学会要讲一些华语这样子的 他仍然是会前来参与 然后跟很多的华社领袖 一起就是好像朋友这样子呢 喝茶聊天的 所以你可以由此可见了 就是柔佛州的苏丹 对于华社 还有其他的民族 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包容度 也就是 不会把你当成外人这样子看 好 你大概懂了这个历史过后呢 你再去看他近期很多的言论 比方讲说 他去参加大宝神节的这些游行 他讲说 其实只是参加这一些 所谓的活动 不要去触及仪式 就没有问题 OK 这其实就是跟他之前啊 他们之前 远远留长的这样的历史 是有联系的 或者在近期 哈迪阿旺一直讲说 这个 他们是外人啊 然后他们呢 应该要 不应该在这个马来西亚这边啊 他们抢夺了这个土地 如果佛州书团告诉你 No OK 这一切都是马来西亚人民 只要是在这个 柔佛州的子民 都是邦沙种后 不管你是 从哪里来的人 都好 OK 所以你就会看到 在柔佛州这边 有更多的包容跟接纳 OK 那我这里也要顺便提一提 所谓 我们只看柔佛州苏丹的话呢 我们可能还忘记 一位重要的人物 也就是 即将成为这个 最高元首后的 现在的这个 柔佛州苏丹后 也就是所谓的那个皇后啦 OK 那其实这位皇后呢 跟华裔也是有一段这样子的 一些这样子的历史 或者是一个非常亲密的这样子的一些交流 比方讲 这位皇后 其实她本身呢 就有去考到这个中文的这个文学学识 所以呢 这位皇后本身就会华裔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其实目前这个皇后 她曾经就是有分享过 她在以前的时候 跟她一位非常要好的 这个非穆斯林朋友的一些交流事迹 而且即使到陷阱 他们仍然是保持很好的这个联系 还是会办一些茶会 邀请她非穆斯林朋友的 一起聊天 所以也因此可见啊 其实两人是不谋而合 即使是这位柔佛州苏丹皇后 她也是非常的愿意去接纳 很多的这一些非穆斯林 作为她最要好的这个朋友 当然啦 这一些观念也渐渐的传到 他们接下去的这一些孩子 OK 所以当你理解了这些事情 你理解了这些历史脉络之后呢 我相信你就会明白说 为什么我讲 当这个柔佛州苏丹登基过后 我相信马来西亚 在于对抗这些保守跟极端的主义上 会更加的明确 因为就是把这个柔佛州的 很多州的那个精神 包容的精神 现在放到了最高元首这个位置 那她当然对于全国 包容这个多元种族 跟多元宗教的这个精神 就会有多一层的这个保障 也因此在以后任何时候 当这个伊斯兰党 还是任何的保守主义呢 开始跟你讲说 很多的威胁论啊 很多的侵犯 马来亚土地之论呢 我们会有一个最高元首 她种种的这个历史 或者是她种种做过的事迹 都会告诉这一些 想要挑起事端的人呢 请他们兢兢闭嘴 因为在这片土地上 至少未来的这个最高元首 会告诉你 以她的精神告诉你呢 这片土地就是大家的一个乐园 然后呢 守望相助 OK 不分一模 好 今天大概跟大家聊到这边 也分享一些 我所看到的 所见所闻和这位 关于罗浮舟书 当然一些事迹啦 如果喜欢的话 订阅阿YAL小浪政治 我们下期见 拜拜